哈喽大家好我是丁丁 我之前不是有拍过一个视频说我面试大企业没有通过吗 搞笑的是这个公司过了两个半月之后竟然给我打电话 突然说我面试通过了就是说可以进入第二轮面试 他第一轮面试的时候他也没有跟我说到底什么时候会给结果 过了两个半月之后他正常人的话那肯定是觉得是掉下来了 然后我无意间有一天下班的时候然后在那个起地铁 人都切这个玻璃的时候然后那个手机就隐约的看到有电话来了 然后他那个号码还不是02的他还不是公司做机的 他是010私人手机的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是诈骗手机 我都差点没有接然后后来想一想反正也没事 站在地上贴在那个波音上然后就接了然后接的时候 然后后来才意识到啊他说他是那个什么什么大公司 那个长庚三种然后他说你进入了最后一轮面试了 然后虽然也很高兴感觉哪里感觉不对劲这个公司什么情况 我之前有说过这个公司的话是那个韩国第三大那个传运公司 支援有五千多人嘛而且也很有钱我看过他们公司财务 就是去年的时候卖出的话有五兆左右韩币的话 然后他们有钱体现在哪里呢就是他们面试费真的给很多 我在韩国也遇到过一些给面试费的一些大公司 但是我没有遇到过像他们像他们给的这么多的 相对于他们面试的时间给的很多 第一次那个面试的时候是用电脑10分钟那个视频面试嘛 他们那时候视频面试就10分钟 然后他们就给了4万韩币 4万韩币就就将近那个240左右 第二轮面试的时候的话只有6分钟这次面试的时候 6分钟的话他们给7万7万韩币将近400多块钱 如果是远的地方来收到人面试的话 他们给15万就将近人民币1000左右嘛 然后说到面试好了 然后我当时去面试的时候他们反正一进去 一进那个楼里面的时候就有一个穿西装 就是戴眼镜看上去就像三四十岁 在公司待的时间也蛮长的一个管理人员 然后就在那边等我们面试的人 然后指挥我们去一个大会议室里面去等 然后我一进去之后发现就是已经陆陆续续有鸟山人来了 当时我要偷拍的就是当时这么一个环境 然后的话当时有7个人我看一下有7个人面试 男生三个女生四个就是来等待面试的嘛 我们坐在那边是就是等他们叫我们的名字 然后我们一个个出去面试 然后面上一个下一个他们有那个那个男的会喊的嘛 然后的话一个人我看一下时间 反正就大概是五分钟到六分钟不等 基本上没有超过六分钟的 然后的话我正好是这个最后一名嘛 前面六个人面完了最后一个才是我嘛 等到前面六个人走完的时候 我一个人在大家会议室里面都已经坐不住了 穿了个西装都已经站起来 东摸摸西摸摸都已经不知道干嘛了 等到一个最后叫我叫我了之后 然后的话进去之后的话就是三个男的 左边一个男的是专门就是写个笔 他面试的时候他就不会问你问题 他就是看你那个看相 我怀疑那个最左边那个男的就是 是专门看相来的 三个男的面试官嘛 他们普遍年龄都是在四十岁左右 一看就是在这个公司 待了快十来年的一些常务级别的人嘛 然后中间的话是一个面相很凶的人 中间一个男的和旁边另外一个男的话 他们是轮流问我问题的 唱窗簧的类型 就是中间那个人他是属于那种压力型面试 他们那个表情他一直这样盯着我 然后就很凶的盯着我 然后那个比一边盯着我一边这样问问机 然后就是我回答不出来的时候 眼睛就是很凶的这样盯着 他可能是就是刻意给压力的 旁边一个男的很思想的 就问问机的时候也问得很好生好气的 然后的话我一进去第一个问题 就把我问问了 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会有英语的 因为第一次面试视频面试的时候 已经用了一分多钟的自我介绍 我想那接下来大部分都是韩文问题 肯定没有英文问题 结果第一个问题就是用英文的 而且他第一个问题 但是问完之后 最后面结尾的时候 突然来的句用英文回答 就我前面都在集中听了个问题 我已经开始在准备故事用韩文回答 突然间最后面他一句问题问完之后 那他说请用英文回答一下 我当时一下懵了 我没有听清楚 所以我问一下他说是用英文回答吗 他说对是用英文回答 然后这一对话结束之后 我突然间把那个问题给忘了 那个问题的后半部分 突然间想不起来是问什么 前半部分我还记得 前半部分他是说 你对于我们这个公司的报复 你在你自己所属的一些领域 将来的一些报复之类的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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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用英文回答 真的我真的前半部分 真的一下子懵了 就是头脑一下子一片空白 所以我回答问题的时候 基本上就在反复的说 就是说大体我用英文回答 翻译来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进了你们这个公司之后的话 我会进什么群里 虽然我有很多不足 但是同样的话 重复了两三遍两三遍 突然间老子就是一团白 我就不知道在说什么 因为问题也没有完全听懂 问题也没有完全听懂 他问题是用韩文问的 然后中间那个戴眼睛就一直盯着我 就一直很疑惑 就是很懵逼 就这样一直盯着我 他那个眼睛我对视之后 脑袋更白了 整个眼睛更白了 当时就想玩了玩 直接站起来 想开门出去走 算了 然后硬着头皮 就同样的话 回答30句之后 最后来的句就是说 I'm sorry I'm a little nervous about this interview 就说一下我有点紧张 然后最左边那个男的 就OK知道了 然后就开始问我接下来的问题 接下来的问题 都是用韩文回答的 接下来的问题 我印象中我记得的问题就是有一些什么 就是说 你对我们这个公司有没有做过研究啊 如果做过研究的话 就是说一说 你做了些什么研究 对我们这个公司有什么多少了解 那我这个非常 我回答非常有执行 因为这个公司什么财务报表 它集中箱有什么几个什么类型 然后它有什么航线 去过几几年开建了什么航线 我基本上在他们网站 或者是什么背景全部查了一遍 就大概要花了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所以后面的问题 我其实回答非常执行非常好 如果没有第一个英文的话 我甚至觉得我这个面试能过 但是因为第一个英文的回答 我基本上就感觉 这百分之百是要干嘛问问 除非他们不在乎我这个英文 那个回答的那个问题 完全不在乎我英文实例了 然后然后他还问那个问题 就是说你为什么想要做这个公司 就是你为什么想要来面试吗 就是说你现在已经在在职状态了 但是你为什么来接受这个面试吗 那我肯定就是说一下 就是我对他们这个 就船员获运公司的一些热情嘛 反正就是我竟然往激情上面讲 就是说对于这个事业本身有一股激情 和那个热爱在里面 反正就是策动重心的讲这一块东西 然后后面回答也蛮自然蛮顺畅的 然后接下来总共六分钟 前面三分钟就这么几个问题 反正是在问那个工作性的问题 后面三分钟就感觉是在做人口调查了 后面三分钟的话就是问 你有没有结婚啊 有没有几个小孩啊 就是你喝酒能喝多少啊 烧酒的话你能喝几瓶啊 然后的话就是什么 如果我们公司的话去海外派遣一两年的话 你能不能去跟着公司去派遣啊 或者是你那个如果周末上班 星期一星期要休息的话 你能不能接受这种日程 颠倒的日程啊 反正就是一些能还是不能这种 这种回答 就是问题都很简单 就是像在做背景调查了 所以的话大体就这样很快就六分钟再过去 然后就说谢谢就就结束了 整个整个一个下来给我的感觉就是真的 中间那个面试官给我的压力真的是巨大 就是就是我相信其他那个面试人 估计也是像我一样也承受了这么巨大的那个 眼神对视压力 但是就是看你那个临场反应的嘛 他们就是可能就是想看就是这种强大的那种 压力扑取下的话 你对这种临场应变能力就是回答能力的话 是一个什么程度 就是一次蛮好的经验嘛 对对我来说 然后的话他也不是这个很典型的大企业的面试 因为很典型的大企业面试的话 我也遇到过什么七个人同时面试面试 面试官要四个人 然后面试人七个同时这样进行的也遇到过 就是可能每个公司的那个面试方式 流程都有一点多多少少不一样 但大体问的问题其实都是类似的 就是对于你们这公司的热情 然后对我们这公司的了解 以及产品就是为了一些计划发展方向 就是其实问题都是大同小异 而且一般大公司的面试的话 他们都会有一个唱黑脸 就是专门就是给你那个很高压 就是盯着你让你紧张 然后看你怎么临场应变这种感觉 今天的话就讲到那个这边 如果希望我的视频内容对大家有帮助 关注我给我点赞 拜拜